你是谁 我 花花 花花 你们的内部恩怨 你们自己解决 什么 走 上车 没上车 没上车的 哈喽 这有我们的旅行团 来到我们的新疆丰收节 大家体验怎么样 目前 哇 好棒啊 你不说 真看不出是新疆 只能说这新疆的楼是真高 这比雪山至少高出来 才有十倍 那是海市圣楼 对 确实 那是虚幻的 那树怎么解释呢 海市圣树 有人偷吃啊 那个啥 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哈 哈哈 哎 不给吃了不给吃了 花花是最爱吃鱼片的 味道怎么样 酸不酸 好吃 鲜甜 很鲜 对 我来吧 好 陈哥啊 开始 五个人 六个人 哇 花花 他那个 哎 我不算 我 腾哥刚刚说了 我规定了 只要屁股不离凳子 对 就不算站起来 屁股离开凳子二十公分 才算离开 对二十公分呢 现在他都粘着了 我不能算 我只是挪挪凳子 我刚刚站起来 我这位子不好 这没毛病 这肯定没毛病 没毛病 明确规定的 好 你们允许站起来拎着凳子 但不能撒手 好不好 黏着就一直黏着 黏到录制结束为止 下一个小头 嗯 开始 一个 哇 可以可以可以 我感觉小同事都趁我们不备 哈哈哈 也是个策略 好好 来 开始 九个 你哪有那么慢的 你呢 九 九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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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上五了都没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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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 哈哈 那就再来一次吧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来 哎 再来一遍 不能是九个啊 那肯定我们家族最懒的那个周 对啊对啊 哈哈哈 嗯 准备 开始 八个 嗯 哎 哈哈哈哈 懒你们俩要真 一说最懒的三个前辈都没起来 哈哈哈哈 那腾哥来吧 腾哥 呃 呃 没腾哥腾哥 什么 没看懂 什么意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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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使了点颜色没看懂 行天都挺热的大家啊 嗯 好 好 哈哈哈 开始 撕 撕 哎 啊 哎 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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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太厉害了 都光了 腾哥 而且站起来这四个人 你瞧瞧 妥妥的家族默契 家族默契 这这这这这没辙了 这个 腾哥作弊了吗 这真的没作弊 我都蒙了刚才 哈哈哈哈 这个真得送菜了 哎 你看回报 你能抓住作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撕 撕 哎 啊 哇 哈哈 把游客东西还回来 哈哈哈 好了 你们可以品尝美食 好吃 一直冰镇着啊 好吃 真的好好吃啊 你这个搭配真的是有点奇怪了 用奶酪包再配三文鱼 还不错啊 第一题是根据平时你们给朋友 回复信息的速度来进行排序啊 以总导演提供的答案为准 一就代表你回复的最慢 七代表回复是立刻就回秒回的那种 我们是按照就是最长时间没回的时间算了 是多久能不能提示一下 最长一个月以上 一个月以上 那肯定不是我 是谁啊 那肯定也不是我啊 不会是我吧 你这么不靠谱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真的有经常是那种隔个 一两个月之后 然后 然后再回复他一两个月前跟我说的那件事情 哦 就是本来想去看你北京站的变成看上海站了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没可能是看明年的时间吧 哈哈哈哈 那要调整吧 第一个去 你往前坐 你先往当机顺延一下就吧 对顺延一下 谢谢 你们呢 你们是当天能回的吗 这都是下个星期才回的 哈哈哈哈 有没有当天回的 回 我当天能回 我回的是最快的这个 因为那个吴童都是 有的时候喜欢后半夜发消息 后半夜正是小童状态最好的时候 哈哈哈哈 三四点那会儿正是小童 正是我精神的时候 正酣畅之时 哈哈 灰熏之时 七回的最快 哈哈 欢一小童一分钟内 是不是 真的快 真的快 五二十一一分钟 那会儿正是他倾诉欲最旺盛的时候 哈哈 正愁没人上门呢 正是晚上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我我下馆子都能碰见他俩在吃饭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有一年 是我俩 在杭州 是我俩吧 不光是你俩吧应该是 嘘 是不是看错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看一下三 哦 哎呀 哎呀 十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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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排名第五的是 现在做的是花花 对吧 四个 我觉得有可能是李承 哎呦 哎呦 咬疼啊 哎呦 我天呦 这么厉害吗 哎呀 小偷眼睛都湿了 我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惩罚之前会说三二一吗 还是只要一错八就下去 啊 这小偷的意思是在上面叫还是在水里叫 水里叫容易枪着 哥哥你觉得哪里叫比较带劲 我觉得水里叫 水里叫 那就水里叫 哈哈哈哈 你也有坐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腾哥 所有人请听清楚问题和四个选项 问题是 请问 腾哥最想挑战的角色类型是什么 真不跟他聊 啊 A 恐怖片 B 狗血剧情片 C 古装偶像剧 还摇头 D 大女主宫廷戏 腾哥 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你这刚才摇头点头算数过 腾哥是地包 哈哈哈 还在那边摇头点头 请作答 法体已经做完了 腾哥给了 给了呀 啊 你们不信腾哥 腾哥已经做到完成了 啊 都是地啊 三 哎 哎 哎 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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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肚子倒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酷酷 什么呀 全部打对 哇 哇 哇 哎呀我腾哥 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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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地 真善良 哇 谢谢腾哥 根据镜头显示 是 腾哥有作弊协议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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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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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腾哥将会在A B C 第三个当中 再选一个 他不想演那三个 但是我已经给你们争取了更多的概率 不许挠头了 不许挠头 问题是 请问腾哥最想挑战的角色类型是什么 A是恐怖片 B是狗血的爱情片 C是古装的偶像剧 沈涛 我们这次要是再都对了 你来一个 腾哥选好了 选完了 选完了 杨迪长的选了A 完了 C很多 古装偶像剧 C都走 把C都弄走 好 看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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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法味啊 你们为什么觉得腾哥想演古装偶像剧啊 因为他C的时候点头啊 C是古装的 偶像剧 他点头了不代表他想演啊 哎呦 那我也不能再玩赖了呀 那倒是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倒是 你俩为什么选A啊 因为喜剧演员演恐怖片 其实有难度 因为大家都熟悉他幽默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要吓到观众挺难 我觉得 对 换人不 换啊 每道题都要换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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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呀 你过来呀 来 所有人请听题 请问沙哥微博上最新关注的艺人是谁 他可能自己都忘了是谁 妈呀 这个是连商量好都没有用的答案 A 白露 B 白静廷 C 范澄澄 D 刘耀文 请选择 妈呀 彭静哥这么坚决 这我猜的 我相信你 我 你是什么 真的吗 刚跟白地铁录完现在就出发 好 有 B 四个 C 三个和一个 D 彭梦也选了 范澄澄 我相信腾哥当时 你真是第一次来王牌 你信谁 你信腾哥 彭胖 刚才沙一哥已经在告诉腾哥 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了 已经交流很久了 我觉得肯定是B 因为白静廷前阵子刚演完一部戏 是吧 你肯定觉得那个戏挺精彩 挺好看的 然后你就加了 是不是 快说是 白静廷他俩养过父子 啊 那估计只有宋雅圈对了 啊 不要玩 啥 对 沙哥是不是生日关注的刘耀文 下一根跟刘耀文录过一个节目 一整季 反正你们说啥答案 沙哥都面露愧涩 我也不知道为啥 因为有要吊下去的 因为会有采生下水的人 这都怪自己已经下不下去了 我就想尽量离水面近一点 倒数三个数 三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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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我跟你说你别离那么近 你离近了 你看你还往前有一个扑 还扑上去了 腾哥是和水面剂扑上去的 弄了半天 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白净庭 你都对了 小白 我还没诗呢 这么久了 我还没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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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一声啊 我听啊 惊弓之鸟 给小彤的题目是 请问 小彤如果做了一个噩梦 他最害怕的内容会是什么 A 腿变短 B 脸变圆 C 声音变哑 D 头发变少 请选择 下一个选择自己害怕的噩梦 哈哈哈哈 我能不能改 我以为是我做梦了呢 哈哈哈 不能改 我就是D 我觉得 头发呀 但头发变少 直发呀 多难受啊 哪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 花花在追忆这几年和小彤奋斗过的每一个夜晚的路王牌的过程 希望找到一些默契 现在场上就两个答案啊三个B然后五个D 彤哥认为是什么头发少 小彤的头 腿 短十公分 跟平常人比都不短 哈哈 脸变圆 可以剪剪吗 嗓子哑可以缓缓吗 只有掉头发 我不掉不怎么掉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没有这个空气 但是 但是女生我觉得会在意上镜吗 我觉得是B B是脸变圆 对 因为对于我的分析 我的脸啥的已经都圆了 哈哈哈哈 你已经是噩梦了 这都不是噩梦了 我不也是从圆脸剪下来的小瓜子脸 现在瓜子脸 最近又有点复圆 小彤你不会这么肤浅吧 真的就这么在意 其实小彤最怕的是A 在所有肤浅的答案里 选择了最肤浅的 我感觉我这轮被小彤送走了 完了 来 所有人做好准备 三秒之后惩罚开始 三 二 一 还会有人干着吗 三 二 一 三 一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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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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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各位 以下哪个是花花肯定会做的事情 A 独自在海底捞过生日 这不太会吧 B 不开朋友圈 C 手机好友加一个就删一个 这个也不可能吧 D 在家里的时候从来不开空调 请选择 你们刷得过花花朋友圈没 没有 不发 不发 你是确定点进去过 我点过 那就是B 要不就我们随大六吧 我选了 我选B 选大六了 D 我觉得选D吧 小宋选了个D 选D 你想做少数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下过对不对 是啊 什么叫全下 什么叫全下 他进行答案是AC 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错了 三 二 四 二 三 二 三 我先下巴 哈哈哈哈 抽不掉了 哈哈哈哈 你这属于先强马了 跳都得回来再来 你去车哥回到起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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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所有人做好准备 啊 你你明天海底了B必须去 A的话 哈哈哈哈 三 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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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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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 上一轮体力都消耗没了 哈哈 这俩直接干底下去了 哈哈 哈哈哈哈哈 所以花花就是不开朋友圈 如实做的 来 所有人请听题 请问以下的哪种挑战 是蓬蓬最害怕的 A 为了环球旅行而退掉所有工作 不用工作 那我有钱吗 不工作就是完全的闲着 不 我要工作 B 连续工作一年不休息 C 转行去挑战世界记录 D 去太空旅游 请选择 这问题问得我三滴汗下来了 什么叫三滴汗下来 四滴汗又快来了是吧 D 康哥选D了 我真不想跟你 我真不想跟你 你咋知道的呢 他告诉我 怎么告诉你的 我真的已经该说的都说了 D 我D了 你们这些奇怪的哥哥们 他写的是啥 去太空旅游麻烦 他不会去太空 我可能不去太危险了 D D 跟堂上可能就是对的 我也选D 那还能改吗 我有点打早了 那就是A A 我不选 我只是分析 但是我 你的分析真的很让人洗脑 对诈骗电话一样 好可怕 能不能让我来喊 等一下 等我 3 2 等一下 问一下博墨 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一定不会尝试去太空旅游 为啥 不是 我很 孔高 孔高 对 我孔高 孔高 孔高 这个题那真是 十年之后 小宋最想成为哪种类型的成熟男性呢 A 安全感十足的陈哥 B 机智过人的杨迪 C 幽默风趣的腾哥 D 稳重的好男人沙哥 请选择 B 小宋 你不会这么绝情吧 一点信号都不给 来 我要限制你转过去 转回来 宋啊 后边都痴痴的看着你了 哈哈哈哈 如果被镜头抓到给提示 直接全员落水 啊 送水 对吗 对 安全感十足的陈哥 目前场上还有五个人没有给答案 哈哈哈哈哈哈 干嘛 没事我分析分析 哈哈哈哈 我已经失去了判断 唐烟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是B 因为刚刚写A的时候 他擦掉了 请选择 你刚说完第一句的时候 他就擦掉了 他擦掉的是前一个人的答案 信誉女神说出自己的秘密了 偷看 这啥意思呢 啊 第四个 哈哈哈哈 信誉女神 也是出老场 哈哈哈哈 有那个抵风 哈哈哈哈 太难了 我都喊五四三二一的时候我选吧 啊啊啊啊 选谁啊 我选B了 选谁啊 BB 快快快快 不选就不动淘汰了 啊啊啊啊 你们选谁啊 你们选谁啊 选什么 我们选的B啊 快快快快 一 目前场上只有两个答案 三个A和五个B 啊 信誉女神选B了 来三 二 全部 给我上 一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一脚啊 给我误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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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为啥要想成为 杨迪十年以后 喜欢迪哥的嘴皮子 喜欢你的嘴皮子 他说六 哈哈哈哈哈 看到我的皮瘦吗 完全没看到 我这种两个这碗插 来 三 太难了吧你这气色 他有人他后面有人我看到了 他前面你这个腿是啥意思 是指那个臂 是指那个臂 信号太收错了 你在老公这走 摩斯密帕 你拉倒吧 以我自己这样 第一题 今天我们有一个洋方队的三位女兰 这三位选手的年龄总和是多少 这哪知道 他没说年纪吧 他没说年纪 那你只能猜了 没有人知道 永远十八 测 一百一 测 下个 一百零九 答对 这么精确吗 一百零九 瞎说的你说一百一我就瞎说一个一百零九 他我就胡胡乱蒙的 这 带我走 带我走 走 恭喜夏哥李晨下班三集 今天洋方队有一个穿的是谁都拦不住这个大姐 他是几号球一 5号错 8 答对 小彤带走谁 小彤带哥哥走 不是我们 带弟弟 带弟弟 我 带你走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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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内部恩怨你们自己解决 什么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我最后客套了一下 没想到腾哥真的是来找错 那带弟弟快沟通一下拍摄的内容 给你对一下 好 花花她不会怀疑吗 刚才我的语位要漏事了 今年是花花出道十周年 我们准备给她一个惊喜 可以啊 好 我们跟贼一样 我背那个题的答案背了一天了都 2013年 2013年 放错了吧 当你踏入演播厅的那一刻起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我是 华晨宇 中总盘是 华晨宇 出道第五年 你创下了最年轻鸟巢各唱记录 出道第十年 你二度征战鸟巢 成为了在鸟巢开四面台演唱会的第一人 专辑总监制 演唱会总导演 音乐节目的伯乐 数个身份 是你用匠人精神扎根在音乐之路的证明 你在音乐里蕴藏对社会自然的爱 抚慰特殊人群的心灵 鼓舞了无数正在奋斗中的人 你说希望中国的音乐文化 可以传播到全世界 让我们的音乐更有力量 做有态度的音乐 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看着飞舞的车 这十年的路 你走的并非一帆风顺 在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中 你始终迎风而行 向阳而生 你从选戏舞台 走上了王牌的舞台 与我们许下佳人的约定 在这里 你始终迎风而行 你是才华花 是搞笑花 是团宠花 是调皮花 花花 喝饱了吧快 在这里 你收获了家人般的友情 你这会来事呢 祝花花哥 花花花 祝花花哥 出道十周年快乐乐 加油 加油 花花 今年是你出道十周年的日子 一路携手同行 我们的故事 一定会讲到老 好 为什么要搞这一车 干嘛你们 别问可不可以 这一车 开不开心 其他都别在意 别问可不可以 这一车 只说 爱不开心 其他都别在意 你在时光照亮 神明灵 云云如此美临 别问可不可以只说 愿不愿意 没想换新的语气 别看 每当人们同聚在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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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一起哭了 你们 十万多年 啊 啊 所有的精力 给他赋予莫利 啊 曾经孩童的梦想 是否还在原地 啊 其实出手可及 你把烦恼都摔得大 我们的世界一直会很美好 记得不重要 享受美分美妙 别猜谈它 我们的故事一定会将到老 记得不重要 静静的声欢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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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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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礼物呢 是你的照片边上 就是你的好朋友们 还是可以赚的哦 好可爱啊 这个太 所以不要扎他们什么 好可爱啊 我要把这个放到我家里面 最显眼的地方 把它每天捧着 这个图片里面的所有的人 真的会给我留下了很多 非常快乐的这个记忆 非常喜欢 想不想哥给你加工一下 把他们的脸涂成夜光的 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哈哈哈 今天我们策划了这场难忘的旅行 不仅是给花花 也是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你们 虽然今天我们只去到了三个景点 但是希望你们可以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收集更多的风景 更祝愿你们身边有可以一路同行的人 只要有朋友在身边 永远都是最好的风景 来 最后我们来一张友情大合影 耶 好 三 二 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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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